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上次我们就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有讲到就是 上次有一个教你怎样找那个 怎样通过它的 root 然后找回它的那个 equation 出来 就是我们找 formula format progressive equation 也有一个固定的 formula 就是 x²-xor x 然后再加r por 等于0 就是我们那个是一个 general formula 就是x²-sum of root 加product of root 等于0 这样的话我们上次已经学会form了个 equation 现在我们就是要学会 从它给那个alpha跟beta 就是这个你看alpha跟beta它做一个代表 然后我们是 就是它没有很明确讲那个alpha 就是它没有讲明那两个 root是什么 然后它可能它已经给了 这样子体比较复杂点 它已经给了我们的 equation 给了我们的 equation 还有它的 root是alpha跟beta 然后它下面它就将我们 form一个新的 equation 就用不同的 root 就好像2除alpha加 然后n2除beta OK 我们要form的话 我们首先的第一步就好像我们上次这样 就是3x² 那题目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是a OK 它的题目是3x² -2x-4等于0 OK 然后我们要form equation 所以我们就是整个 equation 所以我们就整个 equation 除3 就是x² -2x-3x 然后-4o3等于0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它先找出它的xor 它这个题目已经讲了 alpha跟bita是它的那个root 所以我们可以写明了那个root 就是 这两个root就是alpha 还有bita 我们的sum of root就等于alpha 加bita嘛 就是这两个root加起来 就是我们还用我之前讲 只是我们不懂那个root是什么罢了 我们就放一个un论 它un论代表是alpha跟bita ok 然后alpha加bita 就等于2over3 这是因为啊它是你是减sor 所以我们sor就单单不要看到减我们就是2over3 por的话就是alpha乘bita等于减4over3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product of fruit来的 就是后面这个 它是因为我们是加por嘛 所以我们直接拿por出来 就可以看到是减4over3 ok那我们有了这两个了过后 我们它叫我们form 一个sing的equation 就用sing的root 就是它要我们2除alpha 还有那个root是2除alpha 然后另外一个是2除bita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做一个newsor newsor 还要的是2除alpha加2除bita 还要的是这两个 然后就等于先把他们的分母就放成一样 再把这个乘bita这个 就这样我们还可以加在一起 然后这个乘alpha ok 然后我们那个分母就会变成那个alpha beta 然后就是 可能2alpha加2bita ok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bracket 就是因为它们两个都是2嘛 就2bracket alpha加bita ok 然后我们就除 alpha bita 我们就可以这样 然后我们从这里 我们看回去我们已经找到了啦 我们alpha加bita 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号码 就是2over3 ok然后我们的alpha bita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号码 就是减4over3 我们就把它substitute进去 就直接substitute进去 就2乘 2over3 除 然后alpha bita是减4over3 ok 就算出来 就等于4over3 减3over4 所以算出来这个 newsor是等于减1的 ok然后我们就算new的por 就是我们也要找到一个新的por 因为我们你要知道啊 form equation 它equation 那个是 x2-sor x加por 等于0 这个是它的equation 然后我们要form equation 一定要有sor跟por 就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ok然后我们要不要打到一个条件啦 我们一定要找por出来 ok我们就newpor newpor也是一样用回两个root 就2除alpha 然后另外2除bita ok我们2除 alpha 就乘喔 2除bita 就等于 4 除 alpha bita ok我们这边alpha beta 我们也是之前已经找到一个答案了 就减4over算 就substitute进去 ok然后约减 我们给你找到就是减3 sor就是减3 ok我们就开始 fork marker equation出来 就我们已经有sor跟por 就是x2 减sor的话就是 减减 减 就等于是减 减1 然后x 加 por是减3 就直接放减3 等于0 然后这里就会变成 x2加 x 减3 等于0 这个就是那个答案了 ok 然后 我们就再试了一个b啦 b的会 没有什么 就是b的需要的步骤也比较多 没有什么 直接 ok 假如是b的话 就我们看这个 假如是b的话 我们呢 要作画 就我们首先 也是 我们的equation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用回那个 看回这里上面啦 上面的我们已经找sor跟por了 所以我们就用回一样的东西 因为它题目的那个equation都是一样的 就原本的 最原本的sor跟por 我们就要用回一样 就alpha加beta 这里等于2分 3分之2 alpha beta 等于 减4over3 这是这里我们原本之前的 这是之前 就oldsor跟oldpor 然后我们要做是newsor和newpor newsor的话 我们要做出来就要用这个 这个这两个 他讲现在这两个是我们的root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form 那个 quality equation 一定要用这两个 然后我们就用这两个 newsor的话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我们alpha加 2出后beta 就这样 OK 我们就把这这些一起加起来 就算到 alpha加beta 加 2 over alpha 加2 overbeta OK做到这里了过后啊 我们要把这个 做到最简单 就是我们要把这两个 算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算一起 我们要把它分母 换成一样 然后也是一样成beta 然后另外一个就成alpha OK 然后我们就继续做 alpha加orbeta OK然后就是 over alpha beta 然后就是 2 alpha 加2beta OK我们就可以做到这里 这个 然后我们就 再把它延伸了 就把这个 2 factorize 出来 因为我们叫2 alpha加2 beta 我们上面好像没有 没有的 subsidute 所以我们要把它 搬出来 变成 好像之前那样 bracket alpha加beta 出alpha OK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alpha加beta上面有 alpha加beta上面有 alphabeta上面也有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到那个 就可以把这个算出来了 就alpha加beta 2 over3 然后加 OK这个也是2 over3 OK 然后alpha beta 就减 3分之4 OK那我们就算 加 4 over3 4 over 乘 乘 一个 减 3 over4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到减 1 然后这边减 1 3分之1 就是我们的 newsor 然后我们要做newpor出来 我们也是 就好像跟刚才一样 newpor我们也是要用这两个 rote来乘在一起 就这两个rote乘在一起可能会复杂一点 可能可以看一下我是这样做 就alpha 加 2 overbeta 然后就直接乘 beta 加2 overalpha OK 然后我们要乘啊 就好像我们普通的那个乘法 就两个bracket啊 我们就要 13 就1314 就第1的要乘3 然后也要乘4 1314 2324 1314 然后2324 OK我们就乘出来就是 1乘第3个 就是alpha beta 然后1的要乘最后一个 就加2 每天乘过去 然后2的要乘3的 也是加2 然后 2的要乘4 这样我们普通的算法 你会的话就可以了 OK 然后我们就算出来 然后这样的东西出来 就把两个root 乘在一起了过后 OK然后我们就要 alpha加beta 加4 然后加4 over alpha beta OK我们现在只有看到了 alpha 乘 beta 然后我们上面已经有号码是可以 subsidue 进去这个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subsidue 减 减 三分之四 OK然后我们就放进去 OK alpha 这样 这样 然后再减三 然后做到也会是减 三分之一 刚刚好它两个 它sor跟por都是减三分之一这一体啊 就比较特别 就比较 然后我们在form market equation 第二个formula就是x2-xorx 然后加por 等于0 OK我们的x2 减了sor 减三分之一 OK 然后加 porpor是减三分之一 等于0 然后就会变成 x2加 三分之一 x 减三分之一 等于0 然后我要把这个 分母全部弄掉 就像我们之前有学 把它弄成这个 一个整数 就是直接乘3 减 1 等于0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equation 就是那个 我们quadric equation 就是题目所要的答案了 OK 假如 你不明白的话 可能你再来问我一下 然后我们就进去一个 那个 Condition for the type of the root 我们type of the root 我们的Condition 可以算是有 4种 或者 就是 照实来讲 只有 就是4种就是 假如那题目讲啊 那个有 2real and Disting root 就我们要 b2-4ac 要大过0 就那个 range 然后我们 假如它有 2real and equal root 代表它 两个root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 b2-4ac 等于0 然后假如它讲它没有root 然后我们就叫b2-4ac 小过0 然后2real root的情况就是它题目单单只讲2real root 它没有讲Disting 然后我们就要用一个 下面有一个 大过or equal的图 那个sign 这样我们直接数学也有学了那个 那个sign 还有假如 你看这个video看到的题目不是很清楚你也是可以看我拍给你的照片 我已经要把这个示范的题目已经拍给你了 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先示范这个 Find the range of values p if the quadratic equation 2x-4x 等于2x-3 px2 has two real and distinct roots 我们就先把题目抄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题目已经抄下来就是这个 这一题 2x-4x 等于2x-3 加px2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搬到去一边吧 OK我们可能把那个 呃 OK 搬过来 就 从这里搬过去 这里 然后就是我们的 2x2 要 -px2 可以等于0 然后我们这里要2-p 直接bracket起来 可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哪个都是x2嘛 就变成2-p 然后-6x 然后加3 等于0 OK然后这样我们的就有我们的 这个我们就有我们的 呃 A 这个就是我们的A 这个就是我们的B 这个就是我们的C 我们已经 我们在这个要做这个Range 就要证明哪个Condition 我们一定要找出它的A是什么 B是什么 还有C是什么 我们A是2-P 然后我们的B是-6 然后我们的C是3 因为我们要选择 你还记得 就是我们这三个情况 我们都是有涉及到那个 A跟 ABC 就只 看不同的情况 就 放不同的符号啊 都是用b2-4ac OK我们讲 这两个题目是 Testureal Dissing 它又有 Rial又有Dissing 所以我们是要 还有两个 而且还有两个Root 所以我们要大过0吧 就普通了 就b2-4ac 大过0 OK 然后呢b2的话 BA是-6 就-6 square 减 然后4 A是2-P C是3 大过0 然后就算出来哦 OK - 跟-12 2- OK 然后这个就是 12加12P 大过0 12P 大过-12 P 大过-12 除12 所以P大过-1 就是一直这样simplify出来吧 就把这些 三个乘在一起 就可以 我是先把-4 用来乘3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12 然后这个-12又再乘进去 就可以做到个答案了 就P大过-1 OK然后我们 看完了这个 我们看下去下面大题 也是很接近类似的 但是它 题目的情况不一样 这里是 does not have any Rial roots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b2-4 也许是要小过0 OK我们先把题目也是抄下来 OK这一题就不用我们搬 这一题的话它已经把那个 帮我们 放好在那个 general form OK这一题就用我们的general form 我们的a就是h b就是 3-2h c就是我们 h-5 OK然后我们要做的话 就是要 也是这样也好像刚才这样 只是我们要换那个符号 就是我们要换成那个 这个是它讲 does not have any rules 所以它没有 代表它是没有root的一个 quadratic equation 我们要b2-4ac 要小过0 OK b2的话我们放3- b2h square -4 a4h c4h -5 效果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做出来 3 OK 然后我们就是 把这个expand了 然后又把这个 呃 又把这个这个 称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 再把它 越做 做一些简单点 9 z 8 h 加 OK 然后小过0 然后8h 这个9 满过去 h -9 overbuck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那个 答案 或者你 就-9 overbuck 就是那个 h 你这个是 照样把它 expand 然后把它做出来吧 就做出来最后你可以拿的是这个答案 最后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一些 一些别的例子 OK 这个是我们讲的 还有另外一种 就我们 我们呢 刚才都是 我们讲有了那个4种 我们再看多一种 就是我们这个是 Rear Roots 它在那里有Rear Roots 代表还有两个Rear Roots 我们就要有那个大过 然后中间要 下面有放一个大过或者等于 也是照样把题目先抄下来我先 OK 然后我们的题目就在这里 我们要做的话就是这样 先把它搬过去先 就 搬成它general form的样子 因为这题它没有把我们 摆好来 就x2 的话就是加4x 然后 加4x 加2 2-k 等于0 OK 就是 这样 我们的那个 排好了就 然后我们 A 就是1 B 就是4 C 就是 2-k 然后我们要做的话 就这个是它讲 它讲 has 2 就有Rear Roots 就has 2个Rear Roots 这样啊 就我们要 b²-4ac 我们要放这个符号 我们改了只是改符号吧 就是这个 但我们讲了 has2 Rear and Distinct 就不用 放下面那个 这一横啊 啊 这样我们也是照样算吧 b²的话就是 c²-4 c 然后a c 大锅0 大锅0 OK 这样这个的话 可以这个 就是我们最后的打量 这个不用找出来打就是要找个Range吧 我们Range的时候是有一个大锅或者小锅那个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 然后 假如你有兴趣的话你也是可以 我们在 反正就讲了 就顺便讲来这一题啊 看一下这题 这题我还没有拍给你 你现在可以stop那个video 然后把题目抄起来也是可以 OK Find the range of value p if the straight line y 等于 三 呃 三 2px 打算 mid the curve y等于px2 加p 这样的题目啊 他没有很直接的问到 他就好像你们 呃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线是这个线 然后他讲他没有 这个线 代表啊 我们 我们要把先把 首先要把先 把两个的那个equation 合成一个equation 然后他讲没有 密到 代表他 这一个合 被已经被 呃 Combine在一起的equation是没有一个root的 因为他们没有 动到嘛 我们要有root啊 就像我们的一个 车法 他要有root 一定要有动到这个x 才是有root 这个就等于我们把两个equation合在一起啊 然后他们讲他们没有动到就没有动到这个线 就例如我们这个线是我们的x axis啊 我们已经把两个equation合起来了 他是大概是 这样的形态 所以还没有动到我们 就 放那个 小过0哦 我们先把我们合起来先啊 就把提摩斯一个是 3.2px 然后另外一个是y等 px2 加p 9.5 OK 我们要合起来的话 就两看也看到两个都是y 所以我们把这个y放上来这里 OK OK 然后就可以看到是把这个y放上来这里了 我只是这样做罢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把它搬位置哦 就是 就整个就直接搬过去 就会变成减 或者你可以把那个减乘进去就不要那么乱的话 减乘进去的话 就是 2p 减3 然后 就要 p-5 终于 OK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找出 就是 A是 p 他b是 你吃 2p-3 然后c就是 p-5 然后我们也是这样 b2p-4 b-4 小过0 OK 就 小过0 OK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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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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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然后c是 p-5 小过0 ball 4p-4 2p-4p-4 OK 加20p 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做出来 就是9加8p 8p-9p-9p-9p-8 然后这个就是答案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所要的题目所要的 好像我们找的range 不是这样我们找一个答案出来 OK 就是这样